我們繼續回來討論現在目前歐洲的疫情 我們前面跟蘇教授談了 就是目前歐洲國家是採取 國跟國之間在邊界管制 以及在國之內能夠控制的人不要出來 然後希望能夠度過目前的15天最緊急的時候 但是我們也看到英國它採取的方式是不一樣的 這個方式我想請教蘇教授 他們叫做群體免疫 有人說這個是從獸醫學來的 就是牛啊羊啊 他們得到了某一種傳染病 然後儘量的就是弱的 年紀大的這些牲畜被淘汰掉 無所謂 但是年輕的身長體健的牲畜 能夠活下來他們就免疫力 那如果是能夠70%能夠感染 然後活下來的話 其實這個整個群體就開始有免疫力 他們用這個方式來推到人 所以他們覺得說就像您剛前面講的 整個醫療的能力是不會沒有辦法負荷 短期間有這麼多的得病的人 然後他們就要求老年人你就自己在家裡面隔離 你不要出來我們政府給你送食物過去 然後躲過了這一段時間讓年輕人繼續在外面 從事正常的活動 得了病也沒有關係慢慢就可以發展出免疫力 這個前提是因為現在目前有效的疫苗 可能還要一年以後才發展出來 你在這個期間怎麼辦呢 如果說這15天我剛剛講的 沒有辦法阻止疫情 還要15天 這個一直延續下去 人也不可能完全一直在lockdown的一個情況之下 你覺得這個英國的方法有沒有用 或者是現在目前的爭議是在哪裡 第一個我想這個它從生物學 從這個獸醫推到人醫 這個中間還是有一個 有一個就是說大家沒辦法接受的地方 就是說你用在牛身上跟用在人身上不一樣的 就是說那這個其實我們可以叫做達爾文醫療法 就是說物盡天則適者生存 最後就是強的留下來 那所以你這個族群就越來越強 因為弱的都被淘汰了 但是這個後來在二次大戰的時候 之後其實二次大戰以後 大家不太用這個方法不太能接受 就是因為在納粹的時候 其實就是用國家的力量去 集體的來做這樣的事嘛 就如果你有病了什麼也不用醫了 就直接到煤氣室就解決了 為什麼 因為你是弱的嘛 那現在當然沒有煤氣室 可是就用自然的淘汰 所以這個基本上還是有爭議的 但是Boris Johnson他敢於推出這樣的政策 除了他基本上被認為是一個狂人之外 我必須講一下 英國是一個非常獨立和堅韌的民族 我舉一個例子 就是在全世界就我所知道的 外交官在海外服務僑民的 我所知道的是英國是唯一有收費制度的 就是說英國的外交官 而且是在他們的外交部網頁和各地代表處 大使館上面就寫得很清楚 就是說如果你是英國在海外的僑民 你發生下列事情的時候 你要趕快通知這個大使館代表處 因為這個是屬於比方說你刑事犯罪被抓了等等 你可以馬上通知我們馬上要處理 但是除此之外的事情 基本上都有一個價目表 也就是說你要我做你行李丟了 你可以找外交官 那我知道的是收費是一個小時 是6500塊台幣 補發護照也是 補發護照那就更貴了 就是說他是非常清楚說你可以麻煩外交官 不過這屬於你自己要去處理的事 如果你要麻煩外交官的話 你必須要付費 而且付費我在我的資料到去年 基本上是一個小時我換算台幣 以去年的價位是6500塊 那這個我跟很多國家的外交官談 包括我們自己國家外交官 我們的外交官其實很辛苦 因為我們的國民是非常依賴的 行李掉了找不到路 或者沒有錢了 都找我們的駐外代表處的大使館 然後而且會耍賴 那基本上是不好處理的 那我們的外交官 都非常羨慕這個英國的外交官 我問過法國外交官 我問過義大利外交官 他說沒有國家能夠像英國這樣做 他說為什麼 他說因為英國基本上 他整個社會對政府的依賴 就是相對小的 基本上他整個社會的養成 就是一個冒險家 就是一個獨立作戰的一個社會 所以英國人可以創造這麼多的殖民地 成為大航海最後的贏家 其實英國人是非常獨立的 所以那因此我認為是這樣的一個社會和傳統 所以Boris Johnson這個狂人才敢於推出這樣的 因為我想沒有一個國家的領袖敢做這樣的論述 那當然這個論述本身剛講是有爭議的 但是這個論述的背後是有一個概念是 每一個人可能要自己先管理好負責自己的健康 政府沒有辦法百分之百為你的健康負責 你得先管好政府是一個輔助性的角色 所以我想Boris Johnson這裡頭對於我們台灣一個習慣健保的一個國家來講 其實它是有一個對我們來講是一個省思 就是說我的健康 我想在台灣我們跟醫生談 其實他們都有個覺得有一點點 台灣人太依賴健保了 依賴的概念就是說生病沒關係 反正有健保 而因此我們少了預防的概念 我們預防的概念就第一個把自己身體鍛煉好 包括老人家你把身體鍛煉好 讓最後依賴這個別人外勞的這個日子減少 我們現在看到我們老人家基本上有一個外勞是很平常的嘛 就是說如果很老的時候都需要外勞 那這個很 這個是需要 但是Boris Johnson他提出另外一個概念說 你是不是應該更獨立一點 然後只有到最後不得已的時候政府在介入 他提出這樣的概念 但這個對於 我認為這個其實對於一個這次疫情來講 可能是對整個政治衝擊來講 是有一些啟發的 就是說我想第一個就是政府的角色到底在哪裡 就是說人是不是 我們可能沒有辦法那麼依賴政府 這第一個 第二個是我覺得這一次的疫情有一個啟發是 可能讓過去這十年 這個極端主義的興起 還有這種民粹式的政治人物興起 有一個遏制的作用 也就是說靠著耍嘴皮 靠著表演 靠著這種瘋狂的政治語言 而獲勝的政治人物 可能在這一次大家會開始反省 就是說我們可能還是需要一個 比較專業的政治領袖來帶領我們 而不是一個表演型的政治領袖 那這個我想像昨天的巴黎的這個市黨選舉 這個原來大家都不看好的兩個主流政黨 反而獲勝了 就左派右派的參統政黨 一個獲得29%一個獲得22%進入了第二輪選舉 那原來呢在過去十年很狂飙的這個極右派 極左派都沒有獲得都沒有成長 那這個是不是一個訊號 這個很值得我們來看觀察 不過英國的這個方式在很多科學家也持不同的意見 有現在越來越多科學家聯名反對這個政策 那英國的衛生大臣最近也說了說 我們不會說是讓老年人在家裡面等死啊 或者是這麼殘酷不人道 可是我現在發現他的政策好像基本上並沒有怎麼改變嘛 他仍然堅持他的防疫的方式是跟其他的歐陸國家是有差距的 那據您所知英國是不是還是會在某個方面還是會繼續這個政策下去呢 我想英國這個政策就是一個我覺得是英國人治理國家和的傳統啊 就是有限的資源有效的運用 那這個就是讓我們常常聽到很多這種在做心理測驗的時候 比方說他說你只有你只能救一個人 有一個八十歲的老太太正在溺水 有一個婦人她帶了一個孩子在溺水 有一個你最心愛的女人在溺水你要救誰對不對 那這個就是一個那你只有一個藥你只能救一個人 這個就是一個有限資源你要投注到這三個人你優先要救誰 這其實很難的選擇而且可能也沒有標準答案 那英國做了一個選擇就是我救一個對群體來講最有意義的人 那這個對於現在這種福利國家的概念是很難理解的 可是如果我們把它放在川普的這個思維上可能是類似 就川普的概念可能也是先救可以救的人 那些他認為比方說有兩千多萬人 沒有沒有這個真的沒有保險 那目前也看不到 美國有任何政策 就是說去治理這一塊 就是說這些人可能成為代言者 這些人可能成為這個死角 可是我看到目前美國的疾病管制局 彭斯作為總指揮 川普從來沒有人去管這一塊 那他們只管說我們現在正在研發疫苗 然後我們會做怎麼管控 然後要做怎麼樣管控 可是這一塊好像並沒有人談到 那看來就說他完全不在這個政策範圍裡頭 另外還有一個國家就是瑞典 瑞典他們現在採取這個四步 就是不檢測不隔離不收治不公布 連現在我有多少的確診病例我都不公布 他說不會再對輕症跟疑似的患者進行檢測 這個對於很多國家來講是匪夷所思的事情 瑞典是不是也是這個思路 然後我的更大的問題是 像瑞典跟英國這樣的國家 會不會其他國家看起來 這就是整個歐洲防疫的很大的一個漏洞 那如果說他們完全不顧 我們這邊防堵的要命也沒有用 這個矛盾怎麼解釋 瑞典情況我倒覺得不一樣 那麼為什麼不一樣呢 第一個瑞典比起英國是小了很多的國家 它800萬人口 800萬人口大概就大台北地區 新北台北基隆加一加大概就是六七百萬 所以英國基本 瑞典它是一個相對人口小的國家 這個人口數並不大 但它地理範圍很大 它地理範圍拉得很遠 那麼而且它是一個長期是社會福利的國家 那麼我認為它這樣做 基本上是維持一個社會的和諧和安定 但是瑞典政府對資料的掌握是非常強的 所以我不認為瑞典政府它是 它是一個放任 它本身它完全能夠掌控這個資料 因為它有非常完整的健保 它有非常完整的社會福利體系 它有非常完整的養老制度 所以它完全可以掌握這個資料 只是它不讓人民知道 是避免引起社區各地的這種慌張 那甚至我們不要忘了 因為過去十年 或者不到十年這個難民的問題 讓瑞典和北歐國家 其實它整個社會福利 它接納了很多難民 因此有這個極右派 基本上是勢力很強 然後引起了像挪威還有幾次恐攻 還有這個種族衝突 那如果它現在公佈 我相信它是有點擔憂 這種種族主義排外思潮會再起來 那如果發現 哇來的都是意大利人 都是這些難民 那基本上這個極右派就起來了 所以我想它是有這樣的社會 和政治的考量 但是我認為瑞典政府 它本身的這個資料和掌握能力 以它的國家的復原 它的這個健保制度 社會福利制度 和它治理能力 我認為是沒有問題的 那至於說會不會造成 英國或瑞典這樣子 會被其他國家認為 是有防疫的漏洞 您怎麼看這個事情呢 其實現在到處都漏洞 這個防疫漏洞 就像我們台灣 我們做的這麼辛苦 做的這麼好 可是我們現在這麼多境外移入 因為很難嘛 除非今天 我們所有境外移入 要嘛都不准來 要嘛都 來的人都要隔離14天 那隔離14天 很多人就不會來了 那這就會對經濟的成本就更大了 那所以我們也其實有困難 那歐洲也是 就如果我要做到這麼嚴密 就像北韓一樣 我全部鎖起來 但是問題是 社會經濟政治的成本太高了 所以現在其實到處都漏洞 那只是怎麼樣減低 以及防治漏洞以後的事情 對 我們看到 目前整個歐洲的情況 我的問題現在是 現在歐盟作為一個整體 他能夠發揮什麼樣子的作用 Von der Leyen 就是現在歐盟執委會的主席 他已經說了 要把整個歐洲 不讓外面的人 在隨便的進來 這個整個歐洲來做一個管制 這是第一個 但是在歐洲內部 國跟國之間 他們做邊界管制 能夠讓他們逐步的消除這個管制嗎 然後或者是說 國跟國之間對於防疫的資源 也是有互相爭奪的情況 那這些歐盟又能夠發揮什麼角色 現在大家都看到歐盟一團亂 那但是我的判斷是 歐盟向來是在危機中 往前走的一個運動 如果我們 大家還記得在歐債危機的時候 大家都擔心歐元會垮掉 但是事實上的結果是 歐元不但沒有垮掉 而且因此建立了一個銀行聯盟 也就是說各國的銀行 就是中期以上的銀行 原來是由各國中央銀行監管 但是因為歐債危機 最後被迫把這個權力 交給歐洲中央銀行 全部現在由在法蘭克福的 歐洲中央銀行來監管 原因是 你中央銀行的監管不被信任 你會發現 你跟當地的政治勢力 還是有互動 那因此由歐洲中央銀行來監管 那就變成說 德國所主張的銀行的紀律 借貸的紀律 現在變成整個歐洲的紀律 因此大概這個防疫過了之後 歐洲一定會在醫療防疫工位上 往前走 為什麼 沒有辦法 因為當我們建立一個單一市場以後 而這個單一市場也造成了經濟的溶景 可是單一市場的人員 貨物資金等等的自由流通 它常常產生一個吊詭的現象 就是說 我常常講就是說 私部門容易流通 公部門不容易 那很簡單我舉個例子 歐洲在醫學院醫生認證的 這個統合的過程中就花了二十年 為什麼 因為你的醫學院六年 我的醫學院五年 他的醫學院七年 七年的就瞧不起六年的 六年瞧不起五年的 那當然五年的說 我醫學院五年 我實習三年 你們比我還少一年 那因此他們花了很多時間 去做醫學院的認證 和醫生的認證 那麼這個只是第一步 因為還有藥師 那麼藥師以後還有藥品 藥品以後還有整個醫院體系的 互相流通 那最重要的現在有一個流通什麼 兩塊 第一個是資料 就我醫院的資料 我怎麼樣釋出我的資料 這個人到你國家的時候 我願意讓這個資料讓你分享 因為這樣我才能掌握 這個在我國家境內的疫情嘛 那這個資料分享就涉及到 很大的一個這個隱私 還有國民健康的這個資料庫 就像台灣的健保資料 這是很珍貴的 很多國家很多研究者 都希望取得台灣的健保資料 做大量的研究 因為兩千三百萬人的這個資料 是很好的一個資料基礎 是一個big data 那比方說像肝病 比方說像這個B肝 這個比方說像這個口腔癌 這個都是大家夢寐以求的資料庫 而且非常完整 非常可靠 那這個東西也是個財富 那第二個是退休 就很多人退休以後不見得 比方說我原來我是義大利人 我到了德國工作 我退休以後我到法國去居住 因為我太太是法國人 那這個退休制度的這個醫療 怎麼樣串聯 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這個過去其實很難解決 大家都在抗拒 因為每一個國家都要保護自己 但是這一次可能 大家就不得不同意 所以歐洲向來就這樣 一次危機 打到這個痛 然後就不得不往前走 大概是這樣 所以我預計就是說 在疫情過後在公衛 在資料交換 在醫療上面會做進一步的統合 對 我最後想問的就是 因為這個事情 整個的疫情是從中國大陸開始的 所以目前歐洲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關係 因為這個疫情現在受到什麼影響 比如說我們也聽到 有些對於大陸有歧視 或者是有些批評大陸防疫是不滿 但是現在似乎想法又有一點改變 包括中國大陸最近還派了人 到意大利去協助防疫 有一組九個人的防疫隊 然後包括還有送防疫物資 這個又贏得意大利那邊正面的評價 您怎麼看 應該是在整個大格局下面 中國大陸跟歐洲是互相需要 那原因很簡單 就第一個 大家都被美國打了幾巴掌 就是說川普 你看川普這個一下子說 所有歐洲的深耕區的飛機不准來 這完全沒有跟歐洲的任何一個領袖諮商 然後所以歐洲的反應就非常激烈 那麼第二個 那中國大陸更不要講了 美中貿易戰等等的這些措施 所以就是說那雙方都需要 那所以雙方需要的情況下 我們看到這次疫情的整個互動 歐洲國家基本上沒有一個領袖 公開批評中國大陸 這個是很重要的 就不像川普的整個過程中 基本上就有一點嘲諷 有時候他的官員就 然後到現在還一直用武漢病毒 那歐洲基本上就是新冠狀病毒 這個言語上就非常清楚 就互相留一個台階 那大陸派出的醫療隊 第一個就到義大利 為什麼 因為義大利是第一個接受 一帶一路的西歐大國 那這個就是一個友好嘛 那所以我覺得 大家都預留了後路 作為以後合作的可能 那現在看起來彼此都有需要 因為大陸現在也要從一個 外交某個程度上被孤立 被冷凍的情況下重新出發 那麼歐洲現在也要從這個 外有川普的這種單邊主義 內有疫情的混亂 這樣的情況下出發 那所以他也需要跟大陸做一個友好 所以我認為是互相有需要 我認為他們關係會改善 非常謝謝蘇中達教授 謝謝 跟我們來談這一次歐洲目前的疫情 謝謝 謝謝 也謝謝各位觀眾收看 我們下次見